近期,印度的军工制造又传出一个新闻,在其耻辱榜上又再添一笔。 据印度媒体1月30号报道,10年前就被批准实施的AIP潜艇项目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动工消息。 而且这最关键问题就是,印度根本没有制造AIP潜艇的技术,甚至连组装都很困难。 虽然制造AIP潜艇的技术比不上核潜艇,但全球能制造这种潜艇的国家仅有中、俄、德、法等几国。 即使是制造大国、日本,都需要大量进口国外设备才能制造。 印度目前拥有的10余艘潜艇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,同时其本身还不具备维护和升级的能力。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,印度花费近50亿人民币请求俄罗斯帮忙,将4艘基洛级潜艇升级为更先进的型号。 而俄罗斯也不时实际地狠宰了印度一把,因为这个价格可以在中国直接购买两艘S-20型潜艇。 虽然印度一直自称具备建造核潜艇的能力,但其目前服役中的坚敌者号核潜艇,不但依轮机舱的问题而直接导致动力系统接近瘫痪。 还差点由于K-4潜射导弹卡在发射管,而导致这艘潜艇被自己炸毁。 并且巨额美称,坚敌者号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执行过巡航任务。 巴基斯坦将在2020年前后拥有8艘中国的S-20型潜艇。 虽然印度向法国购买的6艘潜艇已经按合同开始执行,但这6艘只是1500吨级。 而S-20型潜艇不但吨位比它大,还拥有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。 同时巴基斯坦还计划在该潜艇上装备中国的C-602型导弹。 虽然其打击能力比不上印度的3M-54E型导弹,但巴基斯坦从中国获得了C-602的生产技术,可以自行生产导弹。 而印度3M-54E型却是打一枚少一枚,这就足够让印度头疼不已。 10年前,中国还要进口AIP发动机,但是现在,中国已经可以出口先进的AIP潜艇,而曾经拥有亚洲第一海军的印度,现在已经是日暮西山。 不过,印度靠买买买解决装备问题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,中国是怎么都学不来的。 今年,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,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,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。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,回复雪人,了解详情。